只准周冠放火,不准百姓点灯 只准这个巨龙红光,不准凤凰展翅 如果说NCC它在所有的新闻台的 申请执照的时候有规范 每一个政治人物或是哪一个党的 它的这个播报比例它必须有多少 就像我们中全会有规定 在选举最后阶段的时候 可能你的报道上面你必须平衡 这个地方如果有两个 或是两个以上的候选人 如果你访问了这个人 另外一个人你可能也必须访问 或是在很多的新闻呈现上 这种有相关的SOP 有标准可以做的时候 那OK啊 但如果没有 只是因为说所谓的有人检举 所谓的有这个网红 他做了什么样的电话录音 所谓的很多的民众说 看到这个比例可能超过50% 那就拿出当一个新闻的报道 超过百分之几之上的时候 要怎么处置 警告、检讨、开罚、撤照、换照 SOP在哪里 标准法源在哪里 就这么简单的问题 我刚刚所讲的就是 只准巨龙宏光不准凤凰展示 我说实在 我跟观众朋友报告 我个人看到类似像这样子 什么天有异象新闻的时候 基本上我是不会太具材 因为我不相信 那但是你说你有报道这个内容 所以我要要求你这个报告 或者是要处罚你的时候 那你就要第一个 你标准要一致 第二个就是你要告诉我 你的标准的根据是什么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几年前友台也有一个 叫巨龙宏光 我跟讲我真的看不出来 因为这种状况 在我印象所及夏天的午后 太常出现了嘛 就是这样一个图嘛 那这样的一个图 其实当时友台就是这样 我看过这种状况 这种状况 我看不但 诶子 我看不像